有一种用手捏头的功夫 叫做土来走技法 差一点就要失传了 但这个少数仅有的 会这种技法的人当中 这位呢 他有真功夫 而他现在开始正在教一些土地 但整个回想起来 他说要有真功夫 只有一件事 要有下苦工的精神 这样的精神 让一个人守着老房子 还一向差点失传的老记忆 超过一甲子 在没有入炉和电动展台的年代 陶师绕着泥巴打圈子 靠双手紧捏出日常生活中 食用的水缸 陶翁 那是正统土来走技法 据说目前全台 李家班福州派师傅 只剩两个人 这个是完全一次给它成型的 它价值就是在这里的地方 这个晃也没办法晃 模子也没办法灌出来的 它的功夫性是在这里 八十多岁的李明雄是其中一个 双掌间的真功夫 会被叫做土来走 他说这是有故事的 也是英哥制陶历史的一部分 坏泥巴的杂质太多了 结果这福州人要跟老板说 我不要 不会讲 用福州话老板不会听 那要怎么办 只有刨抗议 所以从此就得到这个福州土来走 台湾的师傅就半开玩笑的 来说你们刨也没有用 头脑来定的照 头脑来定的照 他的父亲也是福州师傅 李明雄从小就得分担家里工作 每天帮忙采泥 揉土 我父亲要求人高 你要学就要学 跟我一样 出去才不会丢脸 再来还要学习搓泥条 搓泥条要搓盐 不能搓这三角 从泥条到塑形拍打出容器的弧度 每个步骤都不能马虎 训练三年多才能堵当一面 自信满满有了好手艺可以不愁生计 却忽略了时代进步快速 那个塑胶桶出来了 木桶出来了 其他桶都出来了 结果老板就一家一家就关掉了 最后这些事自然就离开了 李明雄被迫转行 为了挣钱养家 他先后到矿场工作 又去考了职业驾照 连接车货车计程车都开过 就是没忘了对陶土的热情 一心想着要突破 我在做陶土 不要去输人家了 输人不输人 输人说冯民 所以我这个人当时也是不认输 所以你有办法做大 我也有办法做大 你有办法 我比你更有办法 所以我的本钱就把它花下去 于是他把老家改成工作室 盖了瓦斯窑做升降机 土来走技法能做大纲大旺 不如尝试大陶创作 来 这个就是陶宗 这是李明雄做陶的转类点 真正把陶技变成陶艺 只是当他满心期待着 摇烧后的成果 那一天却发生了921大地震 摇地震我就跑了 跑到那个庙里面去跟人家谈天 忘记我在骚摇 回来的时候我的温度已经超高 已经快到1300 所以他就变形 陶宗像是穿了波浪裙 李明雄再挑战第二次 还刻上更精细的经文 完美的作品让他信心大增 慢慢地也在地方上打开知名度 他开始受邀表演 还和在地陶艺家合作大型雕塑 但再怎么风光也只是一时 年纪大了 创作少了 名气也就淡了 李明雄本来想着干脆放弃吧 直到去年重新燃起希望 自称黑山的年轻人 喜欢以捏缩方式做陶 靠柴烧烧出自然色泽 为了精进手艺 他和首拉培老师蔡俊伟 一起找上李明雄 这才让老陶师开始思考 对外传承的必要 我以前本来也不想说 我有徒弟啊 但是有一个人说 你这个不教出来 以后我们还没掉 所以他就开班 我就教嘛 所以我现在变成有七八个徒弟 蔡俊伟和年轻师傅们 想透过古法学习 突破创作瓶颈 你那小过来 你那不过来 等我做这儿啊 对啦 我们的好处就是 可以做大 可以做四角 是首拉培没办法取代的 首拉培只能以同心圆的形式 做容器 土来走技法 却能有更多发展空间 现在去教课 我不是为了说 我要赚多少钱赚多少钱 我也跟我那个 我们那些人讲 只要你高兴送给我多少 就赚多少 我不会说我规定 人家一个钟头是三千块 五千块 我不要 只要你们肯鞋 肯付出 把我这一套 不怎么厉害的 把它鞋过去 那我就高兴了 老陶是口中不怎么厉害的技法 却让对坐陶不陌生的年轻师傅们 手忙脚乱得从头磨练 推带鸭 推带鸭 不是 不是 泥巴要带动 要弄这样 这样手笋 手笋要走出来 李明雄的坚持是古法步骤 也是从小爸爸对他的要求 我跳鞋 拿起来 按大 按大 跟其他学习一样 练久就是我们的 头一个泥条 下去的要把那个底的泥巴 粘在一起 那个很困难 这种动作的话 是全身都有影响到的 包括你在移动脚步 手在出力 以及关节上的活动 每一个都息息相关 这不是简单的事 手指手掌并用 让土条变土墙 一次成型 尤其是开口的步骤最困难 得靠目测和手感 慢慢刮捏出水平线 需要反复练习累积经验 什么功夫 光看了都没用 我看跳舞 最起码我看了六十年 我会跳舞吗 我不会跳舞 赚钱是靠功夫的 不是说靠嘴巴的 有啦 当然诈骗也是靠嘴巴 但是观想也没有用 就是要靠你有基本功 不要叮咚 这匹别叮咚 你还叮咚 这匹啊 锻炼过程必经的挫败懊恼 你可不能被打倒 人五可人会打师傅 不可以 所以我是人 我就是要耐下来 把这个不良的放在口里面 不要熬出来 你就会成功了 李明雄不也是这样走过来 才练就了一手好本领吗 在这个有灵有脚 连到有灵有脚才才毕业 没有下功夫就得不到功夫嘛 得不到功夫你就赚不到钱嘛 所以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都在埋怨 我贪不及 不是你贪不及 是你的才华不够 我是没有才华 我是靠努力的 我是靠年轻的那个时候 耐力把它写起来的 学会了就是你的 稳扎稳打的功力 才不会轻易被取代 年轻人他们现在都 目标只有赚钱 快快快 有的用灌浆的 就像我们现在桃子老街 在卖的那个九翁 我有去看过一个朋友 两个夫妻 一天可以灌一百个九翁 他们快快快快 但出来形式都是一样 一样大 一样宽 一样没有变化 与众不同就有机会走出自己的路 李明雄也是在低潮中 转型做大逃才找到舞台 让被市场淘汰的股法 能展现价值 现在还要尽力传承 这个技巧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甚至于来讲 比我们手大飞还要珍贵 我现在的兴趣 不是为了赚钱 我的兴趣就是要 推广我的陶技出去 他教的不只是技巧 更是土来走的精神 你要想得到一门功夫 你就是要去勤 去接触 去磨练 去训练 你就会 那是告诉年轻人 梦想不是空想 得学会务实地用双手去做事 用耐心琢磨性格 以勤奋练就功夫 才能踏实捏锁出 属于自己的未来和人生 羡慕别人的真功夫吗 那就动手苦练 只有下股苦功才有机会 一步一脚一发现新台 我们下礼拜再见 过去 那是